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雷哥频道 现在的时间是2022年4月29日凌晨5点钟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雷哥独报 以下内容均来自路透社、法新社、彭博社、CNN、BBC、卫星报和真理报 以及世界各大媒体的报纸 雷哥不是美狗,也不是鹅狗 雷哥是人,而且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所以请那些喜欢口吐芬芳的网友们 你们都安静一下吧,让雷哥好好说新闻 来看看双方的战损情况 首先是俄军的战损 到当地时间4月28日 俄军累计损失23200名士兵 比昨天增加了400名 战斗机189架 比昨天增加了2架 直升机155架 坦克装甲车3437辆 比昨天增加了101辆 无人机223架 比昨天增加了8架 再来看看乌克兰的战损 这个是由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公布的数据 俄空天军飞机击中了乌克兰38处军事设施 包括S300防空系统 7个指挥所和200多名乌克兰士兵 俄罗斯空射导弹摧毁了17个AFU设施 包括两个总部和15个步兵 还有装备集中区 炮兵部队白天击中了309个目标 包括14个指挥所 292个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力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还有三个弹药库 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架乌克兰无人机 这个就是双方的战损情况 接下来看看来自乌克兰方面有几条信息 第一条 载有200吨乌克兰军事援助物资的西班牙海军 伊沙贝尔号货船 周次抵达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格丁尼亚军港 西班牙军舰以当地时间上午90左右抵达格丁尼亚海港的消息 得到了波兰海军第三舰队发言人安娜的证实 4月22日 西班牙海军的货船伊沙贝尔号离开罗塔海军基地前往乌克兰 这是迄今为止 马德里向基辅提供最大的军用货物 除军火外 这批物资还包括30辆卡车和10辆轻型SUV 第二条 来自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消息 乌克兰电子作战部队截获到了俄罗斯入侵者之间的电话交谈 他们抱怨他们的军官向士兵开枪以迫使他们攻击乌克兰士兵 以下是翻译内容 对 我变得非常害怕 我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无法绕开我的道德底线去对我的战友开枪 我试过很多方法 但这都无济于事 是的 这里的官兵都一样 士气非常低落 现在团队里只剩下15人左右 有60人派去增援 而且一大半是懦夫 他们不敢开枪 其实军官们的心情也很低落 休息的时候 他们谈到最多的就是家乡 孩子们和战争结束后 如何好好的去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家人 好了 那么接下来来看看乌克兰的实时战报 在蒂涅伯彼得罗夫斯克的泽列诺多尔斯克区和三个村庄 遭到了俄军的炮击 在哈尔科夫继续进行夜间炮击 白天该地区三个区域遭到炮击 战斗正在19亩方向进行 卢干斯克地区几乎全境遭到炮击 大多数炮弹落在了鲁别日诺耶和利西昌斯克这两个区域 在顿涅斯克地区 阿夫底夫卡遭到火箭炮的炮击 也有空袭 在洛达尔西克地区 遭到了俄军急速炸弹的攻击 还有附近的三个区域被炮击了整晚 马里乌波尔没有变化 尽管遭到了无情的轰炸 亚促营仍在坚持抵抗 在赫尔松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 几乎整个地区都发生了爆炸和炮击 以上是来自乌克兰的实时战报 接下来来看一看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 第一条 俄罗斯卫星报的消息 赫尔松已经开始播放俄罗斯电视台的广播节目 恢复了与克里米亚的贸易关系 并将保证北克里米亚运河对克里米亚的供水保障 绝不允许克里米亚断水事件再次发生 另外赫尔松地区打算从5月1日起改用卢布作为交易货币 第二条 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 28日晚继续对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进行攻击 本次使用的钻地炸弹对钢铁厂内部的地下目标 给予了致命性的打击并有乌军阵亡 以上两条是来自俄罗斯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几条比较可以关注的国际方面的消息 第一条 周四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国会提供330亿美元来支持乌克兰 其中200亿美元作为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资金 85亿美元是对于乌克兰人民的直接经济援助 30亿美元作为人道主义和粮食资金 拜登表示需要新的法律文书 以加强制裁俄罗斯并没收俄罗斯寡头的资产 第二条 受到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的影响 北欧国家芬兰瑞典将于5月同步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对此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28日表示 若这两国决定加入北约会加快审核脚步 第三条来自CNN的报道 俄罗斯坦克弹药储存方式有别于西方坦克 俄罗斯坦克炮塔内装有多枚炮弹 即便间接命中也会引发连锁反应 爆炸使整个弹药库产生的震波足以将炮塔炸到二层楼那么高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顾问班特表示 我们看到俄军坦克存在射击缺陷 任何成功命中都会迅速点燃弹药库 导致大规模爆炸 炮塔也会被炸飞 第四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抵达乌克兰基辅 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 乌克兰外交部长资尼科夫今天表示 未来数周会非常艰难 俄罗斯已经集结大批军力 要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袭击 好了各位网友 关于乌克兰局势的相关消息呢 分享到这里告一段落 回答网友的一个问题 雷哥你每天早晨五点钟就开始发消息 你是不是整晚都不睡觉 雷哥的回答是 绝对 整晚不睡觉 因为乌克兰和中国是有时间差呢 夏天是时差五个小时 所以呢 雷哥想快速的把这些消息呢 分享给大家 只能和乌克兰的这个时间同步啊 所以说我就不睡觉 到了乌克兰半夜呢 我就睡觉 那就是中国的白天嘛 那我就睡觉 睡醒之后呢 继续来观察乌克兰的所有的动态啊 然后能够快速的分享给各位网友 所以呢 希望呢 所有的好朋友在这里能够给雷哥来一个五秒钟的赞啊 分享雷哥的消息 到全网 然后呢 能让大家快速的看到乌克兰的这些事实战报啊 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中立方面的信息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继续关注雷哥频道 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